第五湖中斤 那就是面包跟面包 吐司跟吐司夾在一起 中間沒有空氣了 那這個電容就壞掉了 急穿掉了 因為你正戶電話就接出 你必須要夾一塊 讓兩片吐司不連在一起的東西 那个东西不管你夹火腿夹起司 在物理上面通通叫做借电子 那个借电子呢 就是要让这两块金属板不接触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 我们要看的这个借电子的一个特性 这是第一个 电容的情况你知道说 我低值在这里面的话越小越好 还是小到一定程度你就会接触了 但是你要逆而分 那你就要把借电子放下去 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 你会看到A是什么 越大越好对不对 你电容就会越大 因为我储存的电能就越多 但是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你就不好攜带了 因为它是什么平行板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捲起来 对 很聪明 就是呢 把两个呢 然后你就把两片平行板把它捲起来 那就是你们现在在吃早餐里面有很多那个什么 三明治把它捲起来 这样子的情况 这就是第一种情况就是电容的情况 这是第一个 增加面积减少距离 就是平行板电容 你看到了跟它的这个形状相关的时候 那你要得到一个大电容 你能够做的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我们看到的 常常看到的一个电容的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呢 汪惠人擦了 黑板擦那么干净 还是这样子 第二种呢 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 一个炎柱体的电容 那炎柱体的电容呢 你看到了就是 我说 就是两个金属的炎柱 好 好 OK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两个金属的 圆柱桶的话都是导体 那如果你从上次图的Z轴 去看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什么 然后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薄的金属的这个share OK 那外面也是一个 很薄的金属的share OK 那 那目前为止的话 你看到这个薄薄的金属的球壳的部分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接着要看的就是说 我们说 这两个金属的球壳的部分 那里面 我如果是带阵电 这是带阵电的 那外面呢 我让它带负电 OK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基本上面 它的电场 是辐射朝外 那 那辐射朝外 一的部分 那电场是多少 在这里的电场是多少 这是半径柔的电场 这是半径柔的电场 这个应该你们都要会算了 我就不算了 可是你们高湿定 你就要会去算的 那你做高湿面 那高湿面呢 你要用高湿定 你第一个一定要告诉人家 高湿面在哪里 不然的话 你的高湿定 你就用不成 所以你的高湿面 你把它做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基本上面 我们说这个是 内圈是小A 外圈是大 小V 那这个就是半径A 这个是半径B 所以电场 一的部分的话 是2π 一相零 然后 ρ分之λ 乘上 ρ方向 只是我们可以 在之前 我们就已经知道的 那这个值是在 ρ大于a小于b的情况之下 那ρ大于b呢 跟ρ小于a呢 它通通是0的情况 所以 所以 依照你的电场 你出来以后的话 接着我们就要算 a跟b点的部分 从a点到b点的部分 它的电场的值 那一样的是从vg到a e dot dL ok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 1的部分 我们会发现 1的部分的话呢 它的情况是等于 2π一相零 分之1 ρ分之λ ρ向量 然后dl 那我说 rho dot dL 就是dρ dl在r的方向上面 的投影 那就是dρ的值 它从vg到a的部分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那我们看到vab 它这话说就等于 2π一相零 分之λ 然后naturelog log 然后从vg到a 就是负号 那我把负号放进来的话 就是2π一相零 λ log的v a ok 这是两点之间的 电位差的部分 那你现在你知道的 这个是 啊 这两点的电位差 它是跟什么 有关系 跟上面 它的charge的light charge density 有关系 跟它的 这个 颜柱的capacitor的 内进跟外进的比较有关系 所以依照这个定义 你马上你把你的 这个capacitor的定义放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c 是等于q除以vab 那换句话说 q是什么 q是lambda乘上l 然后除上2π一相零 lambda a分子 a分子 b 所以我们把lambda lambda去掉以后 我们马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单位 长度的capacitor 那 就等于2π一相零 log的 a分子b分子 ok 这是我们的capacitor的值 所以 越长 你的capacitor就越大 那单位长度的capacitor的话 我们看到 它其实是跟内外进的比值有关系 内外进比值越大的时候 那它的capacitor值就 这两个差越大的时候 那这个值就越大 那这个值就越小 最好的时候是这两个差不多 那这接近1 这个1的部分 那这个分母就接近0 0的部分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接近无从大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capacitor的部分的话 是 再一次的证明 你看到的定义 虽然是跟Q 带电荷有关系 但是 你最后求出来的 这个C值 这个电容值 实际上 是跟它的geometry 它的几何形状相关而已 跟带的电荷完全没关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那你已经知道 你怎么去计算capacitor的话 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老师没有办法告诉你 我要考的东西在哪里 电厂本来就是前面的 电位也是前面的 但是我现在在讲新的概念 是在讲电容 所以一连串的东西都是 一直叠叠叠叠叠叠叠起来的 你现在不会 前面的东西你要把它搞贵 还来得及 好 有没有听懂 好 听懂了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有电容 我们在之前我们讲说 电容的话呢 那是一个 原件里面的 最重要的 三个原件里面的其中之一 那 你把电容 把它去串联过并联的话 电容我们把它先串联起来 或者是并联 那你要把电容串联起来的话呢 第一种或第二种的话呢 串联你就是一连串的电容 A 我把电容拿过来串在一起 C1 C2 C3 C4 OK 那就变成是 这个就是 假设 这样子一连串的电容串起来的时候 Total的电容 Total的电容 就是这个等效电容是多少 这C到底是多少 那很简单的就是 我把A点跟B点 抓住了 A点 然后A点跟B点的电位差 VAV 这我也知道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这个等效电容C 它基本上面是什么 那 依照定义就是 我把Q 除上VAV 就是我的Total的这个电容的值 实际上这个Q 就是我们在上面 假设我们说这上面有Charge 在的时候 这个Q就是这边的Q 这是Q 付Q 正Q 付Q 正Q 付Q 正Q 正Q 付Q 对不对 你看 所以 每一个电容都是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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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现在你看到的是C1 基本上 就是 你的Q 除上什么 这一点 V A1 然后C2 就等于Q Q V E2 然后C3 就等于Q 除上V2 3 那C4 一样的 不管你串几个电容 V 3 V 所以 现在你看到的 我说 我Total的VAB 实际上就是 VA1 加V1 2 加V2 3 加上V3 B 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等于多少 就是等于Q 除上C1 加上Q 除上C2 再加上Q 除上C2 Q 除上C4 所以到这里 其实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我们说VAB 其实就是Q 除以C 换句话说 你创联的时候 Total的电容值C1 就等于所有的电容导速和全部把它相加起来 那就是电容的导速和相加的导速就是你的Total的电容值 这是我们的这个串联的情况 那并联呢 那并联的情况的话呢 其实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你只不过是现在呢 你把你的电容全部把它并在一起而已 A点B点就是C1的电容 C2的电容 然后C11的电容 我可以后面再继续并下去 那我几三个电容就好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地方就是说 假设你现在这边是Q1的Charge 那这边就是-Q1 那这边呢 是Q2的Charge 这就是-Q2 就是Q3的Charge是-Q3 所以 对一个这个并联来讲的话 它跟什么东西相等 它实际上我们想要知道就是 它的等效电容是多少 那还是A点跟B点 所以我们知道这两端的端电压 这是VAB 这也是VAB 那换句话说 好 C1 在之前我们已经知道这是Q1除上VAB 那C2呢 是等于Q2除上VAB 那C3 Q3除上VAB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VAB VAB都相同 但是 这里面唯一一个共通的东西 假设这个电容C的话 那C 就是等于Total的Q 除上VAB 对不对 那这边Q跟这边的Q 1Q2Q除上VAB A点上面Total的Q 其实就是Q1加Q2加Q15 你即使N个你就是一直加上去 所以到这里你大概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因为一旦Q知道以后 那我们就把C1乘VAB加C2乘VAB加C 所以乘VAB OK 那 这个值 对它来讲 Q就等于C乘上VAB 所以 我们说C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说病年的时候C值 就等于你的个别的电容值的相加 不管多少个你就把它加在一起 C就等于C1加C2加C3 OK 好 这是我们串病年的一个情况 那 其实它的概念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好 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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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有来吗 有没有问题 还在思考哪个地方要让你思考一下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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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说我们两块吐司两个Conductor直接 你要让它距离很接近 它增强它的电容 然后呢 又不要让它的这个 两个Conductor接近到一定的程度 把电容毁掉了 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中间要夹一些火腿啊 起司啊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Di-Electric 界电子 好 那界电子呢 我刚讲的都是一个 你现在看到的 那在物理的这个观点里面的话呢 界电子呢 其实就是非导体 那这个非导体呢 OK 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这个非导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怎么样的非导体 统统有两种不同的一个特征 我们是用 在原子的尺度的观点 它可能是极性的分子 也可能是非极性的分子 它所谓极性分子跟非极性分子呢 其实 这你们在化学已经学很多了 水是极性分子 是最典型的极性分子 那第一种所谓的极性分子是 譬如说水 譬如说水 所以 基本上面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是什么 偏正极 对不对 这是偏负极 对不对 这也是偏正 那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正负电荷中心 根本不是重叠在一点上面 所以我们平常我们 画极性分子的话 就是把这个原子呢 画的这个 椭圆一点 然后呢 有一个负电荷中心 有一个正电荷中心 ok 那这两个呢 是没有重叠在一起的 那唯一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说 这个极性分子的部分 你把一个极性分子 放在电场里面 它会怎么样 嗯 会转 正的转到哪里 正的转到 正的转到哪里 转到上面 对不对 这个dipo在哪里 dipo的方向 dipo方向在这里 所以你的tok在哪里 tok是 he close e 所以它会转 转 所以转转转转转 大概就转成这样子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以原子的观点来看的话 就是 你一块东西 一个 一个 非导体 反正我是正户正户 他就是乱七八糟 但是 你一旦把电厂一加进去以后 我加了电厂以后的话呢 我就会发现 我现在画的就是所有的电厂 只是为了 表示 不要画这么多就是空间里面 就画 这些极性分子 一旦电厂加进去以后 所有的dipo 全部都会受到tok tok就是p close e ok 他转 转了以后呢 所有的dipo 全部通通是正户 正户 正户 排列的很整齐 ok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你们的易经萤幕 所有的易经通通通是极性分子 然后因为你这个极性分子受到电厂的影响 那就会这个旋转 好 这是第一种极性分子的情况 那第二种呢 是非极性分子 非极性分子呢 既然他没有极性 没有极性的意思就是说 他平常又不是导体 又没有极性就表示 他的正户电荷中心啊 肌肤是在一个点上面 所以我们平常画他呢 就是画一个圆 不会画一个椭圆 但是正户电荷中心 几乎是在一点上面 好 那 这样子的一个分子的部分的话呢 当我把电厂一加 我说 这个正户电荷中心在一起的 加了电厂以后 好 对这个分子来讲的话 正电荷应该 所受的力是哪一个方向 向上 向上对不对 互电荷呢 向下对不对 所以 你虽然原来是正户电荷在同一点上面 现在加了电厂 硬是把正户电荷拆开来一点点都没有关系 反正他就是不在同一个点上面 所以这时候呢 因为你外界的电厂一加进来以后 你的正户电荷中心是分离的了 不会是在同一点上面 但是呢 他分离的程度 不会像极性分子那样 变成一个好大的椭圆 因为他那个距离 正户电荷中心的距离比较远 OK 所以这种情况也一样的 你一旦把电厂加进来以后 我的所有的非极性分子呢 一样的是 他是一个圆 但是呢 微微的椭圆 那他的正户电荷中心 已经是分离了 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齁 那我们来看 我们就以平行板电荷为例子 在这两个平行板中间 我就把 我不管是极性分子 非极性分子 我都已经知道说 只要是非导体的分子 他正户电荷中心没有办法 自由的移动的情况之下 但是受电厂还是会有影响 我就把它塞到这里面 那一旦塞进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说 我可以从这里开始吗 同学 对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我的平行板 震电 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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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这个电厂 那现在呢 我把 我的 非极性分子 或者极性分子 就是我的界电池 把它塞进来 塞到这里面来 那塞到这里面来以后 你会看到 我的dipo是哪个方向 dipo会朝哪里 在这里 嗯 在这个dipo里面 接电池的dipo会朝哪里 嗯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看这个图 dipo朝哪里 有人开始改变方向 其他的人呢 代婆朝哪里 朝上的请举手 朝上的请举手 朝下的请举手 80%已经都知道朝下了 很好 那你就知道说 这个整个 我画一个示意图 整个是负责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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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呢 所有的都是这样啊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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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看起来 我的direction 就是我的界电值 这中间都是负责 负责嘛 对不对 整体的效应是什么 这边是负的 这边是正的 那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都没问题 没有 好 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既然对这个界电子来讲的话 你这是负的这是正的 对界电子本身 你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一端是正的 一端是负的 它内部是不是建立一个电场 而且电场的方向是什么 OK 它的方向是跟外界的电场的方向是什么 相反 所以 total的电场 原来外界的电场 我们如果是用一雄零来表示 那你现在界电子所建立的电场 我们用 一端来表示 那我说 total的场一 是不是就等于一零加上一端 它加起来的结果 应该要小一 有没有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 我在画图的时候 我没有把黄色的画的那么密 原来就是说 因为你在界电子里面 你会引起这个电荷的值还是不大的 这里面 这个是导体 这是conductor 这个是dialectic 所以我们看到了 外界就是这里的电场 的强度 会比里面在界子里面的电场的强度 来的什么 强 里面的电场 会被 一部分会被 界电子引起的 induced charge 这叫做感应的电荷induced charge 然后把它抵消了 ok 这样了解吗 有没有问题 那你有了这个概念以后 那就很简单了 这是最重要的概念 你有了这个概念以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既然你放界电子的电场 是会比没有放界电子的电场 来的小 所以这两端的端电压 V 你有放界电子的端电压 会比没有放界电子来的端电压大还小 会比没有放界电子来的端电压大还小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 我们说 VAV变小了 是不是C变什么 变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放了界电子的capacitor 是比没有放界电子的capacitor 来的大 所以你现在夹了一个界电子以后 然后把距离缩小 界电子夹上去 一方面是什么 让它避免这个击穿 一方面又可以把它的capacitor的值增大 那一击双得 所以界电子在用处 它的这个物理原理就在这里